全新木马人第一眼睛的印象就是真的非常的帅酷 特别是卢比肯这个级别 完全找回经典吉普的感觉 但又不是现代感 外观上的变化包括微微角度的前脸 以及去除吉普标志 高挡地板的设计让罗宾汉标配了33寸的全地形 全技KO2的轮胎 新的可选前后进入防状 标配的小红钩子 木马人的引擎盖和侧面也增加了除气孔 让性能提升后的引擎有更好的空气流通 重新设计的门 可以打开两档自动会卡住 这是一个我相信老吉普鱼会很喜欢的一个新的设计 我们的位置移到了更低的位置 除了刚刚说过的这一部分整个变低了之后呢 整个备胎降低 雨刷呢放到下面之后 视角好了很多 原来这个可能高一点 第二呢 如果只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开车的话 现在呢后排座位 这一个 head rest 休息头的地方可以放平了 也就是说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 整个视觉呢 如果是一两个人的话 一个人开或者只有两个人 整个视角就非常好了 这一个改动我相信很多人会喜欢 特别是女性driver嘛 下面一个小袋子变得更大 更实用 新的木马云JL这一部分做了一些改动 原来呢 座位可以加提高 一直这样往上提 或者降低 那这个用起来比以前好像 机械性上面更好一点 旁边有这种软胶一样的包住的 所以摸起来比较舒服 第二的话呢 这一块腰这一块呢 是可以就是顶起来一点 这样比较舒服 现在木马人呢 也可以这样子了 调节边上的时候呢 原来很多人觉得 门关起来的时候特别 再去调椅背的位置不太好调 现在全新设计呢 给这么一个带子 从旁边就很容易 抓到这个带子去调整位置了 另外一个呢 可能在新木马人众多变化之中 这一块是大家很惊喜的 当然方向盘呢 感觉好像小了一点点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摸起来的感觉呢 特别好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呢 就是新的物理辅助 让现在新的木马人四门 竟然有两门的 原来JK两门的转弯半径了 那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 原来的转弯半径 JK是没问题的 像这一种转弯 是非常简单的 对JK两门来讲 那现在大家看看 一个四门的卢比肯 它的转弯半径 哦天呐这个地方能转过来吗 我都没想到这里能转过来 哦那我们继续画甜甜圈吧 另外一个更令人兴奋的呢 很多很多车辆 不只是原来的木马人 那当然这个车高低可以调 而且呢 现在调的位置 我发现看这一块仪表盘 更加的清楚一点了 另外一个令人兴奋的东西就是 不要小看这么一点点的位置 当你配合现在更好的移动空间 这个凳子之后呢 你这种组合 我相信绝大部分99%的人 都能找一个最舒服的开车的位置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变化 大家非常的喜欢 特别是呢 开过老木马人的 老木马人 JK不算老木马人 上一代木马人的 就是这一块中控 中控在原来呢 是比较凸出来的 那特别是中间这一部分 第一的话呢 当然你在驾驶的时候 看这块荧幕 那不管原来老的6.5寸 还是现在7寸或者8寸 如果原来设计呢 可能你看的角度太小 这样会比较累 或者驾驶的时候 当然不会不安全啊 只是稍稍别扭一点点 新吉普的这些设计 是他们非常想象 原来老吉普 像二战吉普 老的CJ 这一块非常短 所以整个空间更实用 当然你在这里看的时候呢 视角会更好一点 大家可能可以看出来 整个这一块 第一非常的基本上一致的 当然中间还是凸出来一点点 那是因为这里凹进去的设计 对吧 肯定看一半盘 基本来讲是一块平的板了 而且呢 整块空间吧 那对主驾驶和副驾驶 这个位置都是非常好的 座位上的卢比肯标志 变得非常的帅气 而且不管皮椅还是布椅 全都是有红色的红线设计 配合呢 卢比肯 红色的内饰 当然如果你选择浅色的 或者一些外面颜色呢 它有可能会给你银色的 当然红色配红色就非常的帅 若隐若现呢 在副驾驶扶手的 Rangular标志 配着两个小眼睛 像一个很害羞的野姑娘吗 更加简洁的设计呢 让整个木马人前面的内饰呢 变得非常的整洁 另外一个第二排重要的 四门真的蛮爽 现在呢 有扶手 上下车容易一点 当然 卢比肯是不带踏板的 为了越野的时候更好的通过率 所以我们叫Rock Slider 划石头用 那如果有踏板更容易一点 当然这已经配33寸 所以有了扶手呢 上车容易很多 第二点四门板 大概比原来的JK 长了3.5寸吧 所以呢 你现在 这个已经是比较靠后的位置了 差不多最靠后了 唐大叔脚这里 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非常的舒服 第二的话呢 后排的位置 现在有了一点点小的角度 非常的舒服 像以前太直了 睡觉可能不舒服 现在很舒服了 新的JL呢 这一部分后排 首先有小袋子 这里是非常实用的 放些东西 但重点呢 后面用硬塑胶的设计 然后这里有一些 我们知道一些军品吧 一些包啊 或者什么东西 都会有这种 你就可以加很多很多东西了 后排这块可以更好的利用起来了 与之配合 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呢 就是当我们把所有的椅子放倒的时候 椅子已经很靠后 最靠后了 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原来老的木马人的时候呢 那呃 就是休息头 headrest那个地方 你是很麻烦的 要把椅子推到最前面 呃 然后把这个放倒 当然有个好处 JK你是可以把这个 靠头的地方藏在第一排椅子下面 但现在的话这样整个放 放好之后配合这里用 大家可想而知 可以发挥你的创意 变得非常非常的实用 那所以呢 我们把所有都放平之后呢 这一块空间会非常的好 呃 速度更快了 比起老款 啪啪啪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所有的新JL 所有的东西 常用的那些都是更快的可以弄了 这一块设计 唐大叔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全新木马人呢 这里的角度更大了挡风玻璃 但是同时呢 拆起来更加的方便 只要呢 用随车工具把两个雨沙拆掉 车里面放掉四个螺丝差不多 整个就可以放倒了 放倒之后呢 可以把它绑在这个位置 木马人彩蛋多多 那天给大家看过沙哈拉 怎么看卢比肯的启动界面 留意画面下面的小吉普跑过去 然后卢比肯的字跑出来 帅啊宝贝 唐大叔发现另外一个小彩蛋呢 大家仔细看 since 1941 不留意看马上就没有了 如果你盯着小吉普看的话 非常有意思 标配的七寸荧幕解除度非常的好 让我两个比较过之后 我觉得七寸很有以前的感觉 以前是6.5寸 我们来看一下启动界面 一下就亮起来了 当然和我刚刚车亮着有关系 那我们看关掉的界面非常有意思 Jeep 大家一起来看看仪表盘还是有很多的变化 现在呢把转速放在左边了 速度放在右边 那界面可以显示电子显示的东西还是蛮多的 唐大叔自己平时喜欢这个时速这一档 那就不用盯着那边看了 看起来更快 再往下呢我们有正常的这些车的状况 像唐大叔出去玩的时候 温度怎么样啊这个变速箱压力怎么样啊机油的温度怎么样 就可以看一下这些东西 这样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去学一学啊 这是到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 如果你不拖东西呢不越野 疯狂转轮子特别玩泥巴 沙地那种情况也不一定很重要 再往下面呢很多四序界面这个是新的 那在这个界面里面你动的时候现在就会说什么角度啊 现在我没有怎么在动对吧 如果稍稍动一下试试给大家看 但到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唐大叔刚刚说的新的到后影像非常的清楚 我不知道这个解析度是怎么做的 但是非常的清楚 如果我们往前面走呢 现在我已经往左边偏了两度对吧 大家看到前后车头 所以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用的这些东西也是 如果你没有人帮你看我们叫Spotter 帮你去看这些路的话 你自己呢可以看一看 因为自己判断不出角度 有时候觉得其实很陡 其实没那么陡 有时候觉得不陡 其实已经很陡了 这块挺好玩的 顺便一提就是这里接口 全新的接口 可能吉普是最先用这些接口的 将来的电话肯定Type-C USB的会用的很多 或者USB3这两个选择都给你了 再来这一块可能大家最关心的 除了所有的位置啊 会更合理啊 所有东西常用的都会有硬件案 当然也可以通过触屏来控制 但最主要呢 四驱这一块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第一呢四驱当然这两个Shifter 我们叫换挡的和换四驱系统都变了 摸起来手感还是很爽的 唐大叔手不大 但是这种手感我很喜欢 四驱呢 傻哈拉是可以选这个全是全驱的 当然卢比肯的话 你就自己来控制就好了 再来咱们就是重头了 我非常喜欢它把这个面本变成红色的这种感觉 而且这给你写的清清楚楚 原来就是按键放在在这个位置对吧 就是两个sway bar按掉一个了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按键 前后面锁前面锁两个一起锁 首先这一整块就是完全控制卢比肯独有的差速锁 一般我们只要锁后面就锁了 在低速四驱的状态下锁后面就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还不行呢 那把这个可以打开 当然你平时高速四驱或者其他情况呢 也就可以用sway bar 也就是说脚可以伸得更长在一些情况 全新的木马人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 没有很多惊吓 特别是卢比肯 现在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车了 因为它的high clearance fender 原厂标配的33寸KO2轮胎 可选的金斧防撞 这一台是我觉得配的软顶 而且是没有加钱的软顶 非常适合我们传统一点的吉普米 就怕新的木马人变得好像太焦滴滴了 不适合他们 但我觉得这一台车唐大叔也蛮喜欢的 当然如果手牌的话就更完美了 这个东西自己看 有些人就觉得吉普木马人应该是手牌 但是这个观点可能是慢慢的不那么主流了 也就是JR我觉得是吸引新一代吉普迷 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必须要有一些变化 但是不能完全妥协 那只靠一些发烧友的话 又不足以支持这个品牌 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改变 所以木马人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做的 当然呢 他每大概十年一改款 也给他足够时间 而且木马人一般会用的非常多的 就是作为车主都会研究最深的一个车 不会像一般车只是代步就这样用 所以我觉得也有关系 可能把这块平衡做得很好 另外一个平衡做得很好 我就觉得它的路上的表现 像这样子一个原来讲的话 多少会影响一些路感 但是新的木马人原厂出来 这样的卢比肯33公车台 路面的表现非常的好 当然可以讲的很技术 简单说的话 这个物理辅助变得非常好 然后路上开感觉比原来的JK都稳 但是越野的时候呢 整个感觉特别好也是 所以这台车呢 当然有时间我们会慢慢 以后会有一些机会 更深度的评测那一块 但今天我初步印象来讲 我非常喜欢这个木马人 特别像这样简简单单的 我觉得挺适合大家 当然这也是唐大叔看到第一台木马人 所以呢赶快拿来跟大家分享 另外的话唐大叔呢 拍视频的方式 大家可能发现了 可能不太一样了 希望大家更多的秀车 对吧 不要看老师唐大叔的大肥脸 这样更好的秀车 希望大家喜欢 也可以给我一些反馈 行吧 今天就聊到这儿 希望大家喜欢这种新方式的视频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回再见咯 然后呢 当然了 如果你住在温哥华 或者温哥华附近呢 可以找唐大叔来买吉普 支持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还是 好吧好吧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